好 那麼您要做這個P式的 首先先把您的照片打開 我們在這邊 我有幫您準備一張 小兔子的 好 我們來試看看 只有哪一招都沒關係啦 好 但是這一招你看這樣拍起來 我只要這個頭對不對 所以其實要稍微裁切一下 那先不用管它 因為它裡面就有這個功能 我們從工具裡面來 您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什麼 真建造的創意跟排版 點進來 好 那麼預設我們竟然是簡單模式 它還有個進階模式 因為有的老師會覺得說怎麼樣 這樣一次洗幾張 八張對不對 這樣覺得比較普遍 算我和我老公 一人一半 一人一段感情比較不爽 因為你用那麼多啊 一次加上要加兩張啊 對啊 所以說 這個進階你就可以選擇 要第二張第三張 就是你可以選第二張 那我們先用簡易的 好 先用簡易的 好 那麼這裡的話我們先 因為 我們要洗的就是幾張 是不是4乘6的 然後這樣兩吋比較多嘛 現在應該一吋的機會比較少 都跟兩吋的 所以我們就 這樣可以八張 它預設會先讓你怎麼樣 裁切 讓你裁切 所以我再按確定 好 那 因為這個 正建造 比例要相等 所以都是2比3 3比4啦 你可以去互換 但是就是不能說 自由比例這樣子 以後我們這台 我用這個指的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就好了 大頭照啊 好了之後 按確定 這樣就好了 做了 這樣太快了 不然還要複製一次 哈哈哈哈 對啊 像這種動作 它也可以用P次的 所以老師回去辦公室 來來來 我來負責 那一次收集好 然後用我們剛剛 P次處理裡面就有 就有這個 一次就做完了 對啊 那你做好之後 我把它另存 你就可以弄出去了 好 就另存出去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蓋掉嘛 這樣原始檔還在 好 那 你可以發現中間是不是有一條灰灰的線 那學校如果有那個裁刀也很好裁嘛 沒有就用那個剪刀刀子也可以呀 因為我們剛在做的時候 其實在這邊 他就有問你要不要中間隔開有沒有 所以你有隔開的話其實 這個有就比較方便裁切 那如果說您本身用的是 勤檢磁家型的 我們就用這一種 一人一半的 我們先預覽一下 有沒有一人一半 對啊對啊 但是 你要做這個 如果你要裁切還是要先裁切一下 對不對 還是要先裁切一下 這樣比較 那個比較不會說 這麼大一個 那像這個 就要稍微裁切了 好 這裡預覽一下 這樣OK嗎 去背 去背就不能用它了 要用其他軟體去做 要用其他軟體去做 所以如果說 假設老師您要比較就是 你要正式一點的 您自己拍好 找好背景 對不對 現在不能背景用藍色的嘛 尤其身份證啊 比較重要的對不對 以前都用藍色的 現在不是用白色的嘛 這是我就是我拍身份證的 你就找一個比較白的 自己調整一下就好了 就是 如果你確定那一張是要自己弄的 就是要自己處理的 那這樣我按確定 還是做好啊 一人一半啊 那如果您要做批 批處理可不可以 我先這邊 跟您講一下 批處理 你看我就要找 你所有照片都抓出來 那我就 抓剛剛那幾張就好了 好 這麼多張我先刪掉幾張 好 這邊好了 那自動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我通通拿掉 你看到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證件罩排版 把它加進來 好完成 那麼你就點證件罩這邊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老師先把它裁切好 假設你要做批式的 你 當然如果量不多 你每一張都在裁切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先裁切好 那你就是 他就不用問你就直接一次做到完 所以 如果你已經裁切好了 其實 他這邊啊 就是 你就選這個就好了 就是他就自動檢查 我充力比例 因為有時候你裁切的跟那個會有點 沒有剛好嘛 最好是用等比例的啦 裁切都是4比3 或3比4這樣 那 這樣子之後呢 他就不會再問 我還確定 最後是不是告訴他輸出在哪裡 好這樣做完了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都變證件罩 啊 再好知道用這樣就好了 這樣不是就OK了嗎 很快喔 所以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啦 谢谢观看